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次在整个反送中游行的晚上的时候 到了晚上你看这张相片 他的表情 所有的年轻人都戴上口罩 因为他们怕被拍到相片之后 港府会报复他们 可是陈家军呢 他只有戴一个护目镜 他怕被喷雾 辣椒水这些东西 那可是他站在街前面 你看他的表情 他没有任何的畏惧 其实我们这几天在讲婆罗门 整个总性制度的这个 我们讲说他是一个 对于所有的社会的观察 所有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 当作一个人来观察的时候 婆罗门这个位置是负责思考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婆罗门 是一个思考者 他是一个思考者 所以婆罗门有个特色 他即使是前面勇敢 前面看着这个大军压境 这个是我们开节目以来 一直在强调的 智人勇 勇被排在最后其实错了 勇应该排第一 排第一对不对 你要勇气 但是智慧会显成勇气 有勇气以后 有勇气以后 智慧跟好心才都有用 没有勇气 你多读了那些书 都打在牙齿上的 多的是这样的人 可是有真正的智慧 才会显成勇气 当然是 因为你看清楚了 不是抱有平和 不是抱有平和 当然智人勇是三个是平衡的 智越高勇越大 那智越好 但是我们再谈到这个 在战略模糊的时代 其实很多人都是重重的 就是说大家能捞就捞 能混就混 不要去对于邪恶发出谴责 但是我们知道 臣服于邪恶 臣服于邪恶 在战略清晰的时代 如果继续这样子模糊的话 事实上是对自己的淘汰 那当然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人脑袋转过来 可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 这个代表性的人物 是理查基尔 所以我们来看一段 理查基尔 也是一个勇者 这个当时他在1993年的时候 在奥斯卡金像奖 这样一个颁奖典礼上 他有机会上台 于是他讲了这段话 讲完这段话之后 他就被奥斯卡连续封杀十几年 然后大的制片也不敢找他拍 因为在战略模糊的时代 所有的人 讨好中国 臣服邪恶 臣服于邪恶 拍一个影片呢 就是想说我要发行在中国 其实他对很多影片 还是没有办法发行 因为他就是检查嘛 他对于你这些所有的 电影公司 这几大电影公司 拍出来的影片 他有配额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The Pretty Woman's favorite who stars in the title role of Somersby Richard Gere I want to say hello to my friends up in Vancouver right now we're doing an intersection up there hi guys I'll see you later tonight I had a thought about something actually before I came out I want to share it with you it's going to be short but I was really struck by this idea that there were one billion people watching this thing it's astonishing one billion people watching and I was curious about what countries this was actually going to and it is in fact being seen in China right now and the first thought that came to me was I wonder if Deng Xiaoping is actually watching this right now with his children and his grandchildren and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what a horrendous horrendou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here is in China not only towards their own people but to Tibet as well and I was wondering if this kind of if something miraculous and really kind of movie-like could happen here where we could all kind of send love and truth and a kind of sanity to Deng Xiaop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that he will take his troops and take the Chinese away from Tibet and allow these people to live as free independent people again so thought we send this thought send this thought out send this thought anyhow art direction demands taste talent and the diplomacy to convince producers that they also have taste and talent 好 大家看到这段影片 那时候李察基尔 很年轻 十几年轻 当然他现在还是一样 很帅 九三年嘛 那是九三年 1993年 所以Yalky怎么看 我觉得李察基尔 当然是 他真的是学藏传 活就要深 其实现在很深入 我们这一回 本来要邀达赖拉拉玛 来的时候 我们同时 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告诉我说 他跟李察基尔 有联络 而且我就说 那你跟李察基尔讲说 达赖拉玛要来台湾 问他 李察基尔二话不说 达赖拉玛到台湾 他也到台湾 那我们当然 因为李察基尔 是一个大人物 请不动的 这段讲了真相之后 大家会更愤怒 我都讲真话 这是真话 愤怒也没办法 本来李察基尔可以来的 他就是想要来 然后我们本来 我就再揭开一个 我觉得李察基尔非常棒的地方 我们就问说 你如果来的话 我们需要帮你哪些 或是说 因为这些大明星来 都有一定的价码 这些东西 他爽快说一句话 我来台湾所有旅会 所有的事情都我自己负责 我自己都会到 那达赖拉玛 尊责 他会告诉我 他在哪里 我就会落脚在哪里 那这些会用 这些问题都 你们都不用忙 那我的行程就是跟着达赖拉玛 如果你们希望我有跟你们有其他的配合 我也非常愿意 可是那个核心 核心思想就是要为 Free Tibet 要来努力 他认为台湾是他一直想来的地方 不过他希望跟着达赖拉玛来 所以他这个Promise还在 你知道吗 所以我很希望 那个赖清德不是说 他如果当选的话 会邀请达赖拉玛来台湾吗 其实他一旦邀请了达赖拉玛 就等也邀请了理查基尔 是 所以我也很期望理查基尔哪一天就出现在台湾 那那个状况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是赖清德选上总统 我一定要跟他拍照 那一定有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理查基尔刚刚讲那一段话 其实就是非常清楚 他就是从爱做出发 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中共为什么 这样迫害一群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 他看不下去 他演的电影 不管有时候他会演缓派角色 但是他会演正派角色 其实都可以看出来 他想用电影这个艺术传递 人性善的那一个价值 所以他的人生也是一直跟着达赖拉玛尊者 他的这个脚步往前走 他的信仰非常坚定 又来了 有信仰的人做了事情才值得信赖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某种程度是一种婆罗门 他是一种婆罗门 他是勇者 他是勇者 非常有勇气 然后他也知道他会被封杀 他完全不妥协 他完全不妥协 婆罗门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 其实我觉得婆罗门最基本的特色是自由 你不管你把他关起来 你攻击他 你压迫他 他仍然是自由的 你关得了他身体 你关得了他的思想 限制不了他的灵魂 限制不了他的思想 那理查基尔其实也有这个 是 非常好的 你看他这么优雅 他其实到今天为止还仍然非常优雅 偶尔他还是会出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场合 我看他的样子 就是因为他充满自信 然后对自由 他很大的期待 他也认为这个世界终将转向最善良的那一面 所以邪恶终将失败 所以他从来不忧虑 他从来不忧虑 所以我其实也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我们看到香港 我们要辨明说香港现在正开始进入水深火热 直接就进入了邪恶地义的这一种状况 我们要体会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知道答案在哪里 跟理查基尔当年所看到的是一致的 我们对香港人 当然要抱持有比较好的善心 这种善心 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些人到我们的那个来留言 我觉得那个留言是非常糟糕的 有一些留言说香港人的事情 跟我们台湾人什么关系 那个就是应得到最后 有一天台湾人被兑付的时候 没有人关心你 我们现在去关心香港 其实是代表台湾人的品质 讲那种说香港人不值得关注 或说香港人如何如何骂他们一大堆 都贬低你台湾人的品质 所以我很怀疑那些留言的人 你是不是台湾人 我是打疑问的 这是一 那第二呢 就是当然我们要伸出援手 有人是很害怕说难民法通过的话 中共释出大量难民会怎样 我告诉你中共释出大量难民的时候 就是中国共产党倒台的时候了 台湾不怕它释出任何难民 当然我们比较需要防的是它会释出假难民 那假难民你以为它现在我们没通过难民法 它没释出吗 它有啊 它每个月都有人在测试我们的系统 那我都有配合这个我们的政府 在跟他们辨明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我们真的一定救假的一定敢 就不必担心 其实这个台湾在这一方面 我们的国安单位 其实是有一定的能力 那就是真的要救假的要分 不要说啊 因为我真假我不会分 那是因为你们过去很多人 对于难民的议题不注意 你们不关心 所以你以为难民你真假难分 难民真假是很容易分的 而且是像我这样的工作 像童馨这样的人权工作 我们工作都很 我们都非常知道 我们有非常好的查证管道 做extreme voting 也就是非常严格的审查 我们赞成通过难民法 可是要通过严格的审查 那我们对于要救了难民 我们有名单 我们开始我们只救名单上人 不认识的不救 我不认识你 你过去你来跟我 到我面前来跟我吹牛 说你做了哪一些事情 或是怎样 我不认识你 我不会救 我只救已经看到的 像香港刚刚我们看到的年轻人 他已经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难道没看到 当他有难的时候你不伸手吗 当然是会伸手 我们就共同约定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开始救香港人 现在的情况 香港最重要的情况 什么逃犯条例 什么 什么什么 各种名词去描述这个东西 我简单讲就是戒严 香港已经开始走入军事戒严的第一阶段 就是开始随意抓人 随意抓人就是戒严 就是戒严状态 那香港为什么要戒严呢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 但是就是不怕难民的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 这个很多人没有经验 但是我们其实真的是有经验 比如说 那个 你要冒充法轮功学员 很难啊 很就看穿了 你跟他讲几句话就知道了 对 然后如果说 要冒充基督徒也很难啊 包括以色列 以色列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个国家 你只要到了以色列的机场 他就一个机场 台拉维夫机场 好 那那个 你到那个机场之后说 我是犹太人 那 政府马上怎么样呢 给你身份 给你房子 给你一定时间的 那个救助金 然后 你就可以 变成以色列的公民 那你觉得他没有任何辨识的能力吗 当然有啊 一定有嘛 法轮功学员 能走过 还走过必留下痕迹 法轮功学员其实叫你坐下来 盘腿双盘 盘不盘得上来 没有练功的人是盘不上来的 还叫法轮功学员 你不能双盘你还叫法轮功学员吗 所以其实有很多辨识的方法 有啦 非常多 那我们下一段进来 就是讲 在 我们刚才延续就是说 习近平身体不好 然后我们看其实有很多人是战略清晰的 那战略清晰的人其实看出来 就是说 其实中共现在对香港的布局是什么 绝对不是 我今天还是让你马照跑 舞照跳 戒严啊 就是戒严 如果是戒严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独家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